舒老師也是台灣守護民主平臺的理事 因為其實我們在推動這個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裡面 其實民主平臺他們也著力盛多 那也出了相當多的利益 然後在推動這個草根論壇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剛剛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到底公民的角色可以扮演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現在的時間就是要交給大家 你認為說不管是剛剛討論裡面其實包含到說這個議程的設定 在什麼樣的時間點我們要設定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標 或達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或達成什麼 那或者是說包含說這個整個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特別的想法 或限改這個部分 我們先開放是不是一輪這樣的討論 先收集三個意見好了 還是說剛剛前面有人 已經有意見的 剛剛在自我介紹的那個過程裡面 有嗎沒有 有嗎 大家這邊一對 再兩個好不好 這邊一對 有嗎 先沒有 這邊還有一位 好 蘇老師您好 我想要問您的問題是 在這些憲政改革的過程當中 其中一個就要被討論的就是我們中央政府體制 就是總統制 內閣制或者是半總統制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依您的專業 您會比較支持我們國未來是走向哪一種體制 以及剛剛討論到的那個 所謂 譬如說我們現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問題 就是 也許說那個 有些地方因為人口比例 然後沒有辦法代表人民 那我們也知道 人口比較多的那個地區 選出來的 國民的代表一定會比較多 那我國有沒有可能就是朝一些國家走兩院制的方向 無論是 就是所謂的參議院眾議院或上議院下議院 無論他是上議院是 像美國的參議院是有大權的 或者是像澳洲的那種參議院法國的參議院是比較偏向那種制衡的 那我們國家有沒有可能朝那個方向 蘇老師你好 剛才那個 等等等等 對不對 剛才有談到一些議程的問題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個人比較認為說 東西是慢慢改 這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這只是我的題目 其實沒什麼道理可言 但是因為我有想到一個 您剛才有講到2016跟2018的 兩階段修憲的問題 那其實也有一個比較重點 那就是 你認為2016先改 一個大家比較有共識的東西 2018再改比較複雜的東西 大概類似這樣的情況 簡單的先做 複雜的擺到後面 當然我的想法是 如果大家有共識的話 其實2018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大家沒有共識的話 其實2016也搞不定 這是我自己覺得邏輯上一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 那因為現在 蘇老師這邊覺得說 其實憲改都是要有共鳴共識 不管是什麼樣的共識 應該這樣講 但是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究竟有沒有什麼 真的大家都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舉例來講 可能是把投票水加到18歲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 就我自己在Facebook 或者是看到一些感覺 我並不覺得 所有目前台灣的人 究竟對於憲改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共識 是比較具體的 是大家可以說真的 拿出來討論 或者是說 欸你一講出來 我就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馬上去投票了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的話 我覺得 其實擺到2016 其實 欸就算擺到2018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這是我的想法 那我只是想 詢問老師說 我看 對於這樣的議程 是不是我邏輯上面有什麼 一些問題 謝謝 我的問題被剛才第一個問題 第一位提問的 第一位是問總 就是這一個是總統制的那個問題 對 好像 好像我們的那個網站有一個人 那個副例 我以前寫個文章 然後關於現在底子 我說的是什麼 題目 我那個題目是仿效尊上春樹 不是賈文青 他說 他是 他的題目是說 他的書名是 他關於漫好 花呆 我後來就想說 我也想寫一個 花呆 我後來就想說 我後來就想說 我還想寫一個 所以那翻成中文 就不用 不用那麼那個 就說 那關於 關於現在的舉止 我說的其實是什麼 我 我的 基本的 都有興趣的 我可以去看一下那篇文章 我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就是我們在談憲政體制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能都太 就是說被過去的所謂的總統制 任格制 半總統制 這種 這種制度類型 被 好像被框住了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會知道說 不會只有一種總統制 不會只有一種內格制 兩黨內格制 跟多黨內格制的運作 邏輯非常不一樣 總統制也有很多不一樣的設計 半總統制更是變化多段 所以很多時候不是 不是單純說 有時候都先把文本寫成 完全的內格制 但是憲政的現實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半總統制 我們現在台灣 有人叫雙首長制 但可能學理上 比較多是稱他的半總統制 而且半總統制還是一個 相對來說比較融通的 一個制度的分類 很多人還在進一步的細分 總理總統制 還是總統國會制 我們是比較牽涵的總統國會制 這種制度的問題就在於說 它現實上運作的邏輯 它的權力在哪裡 你是從憲法文本看不出來的 一個形式上非常接近 那個是運作的憲法文本 跟一個形式上 以總統為中心的憲法文本 可能你看不出來 它們的差別在哪裡 那個差別不是在憲法文本 所以有很多時候是 我稱之為做small c 不是不是我 就是很多人 學理上都會稱為做大寫息的憲法 就是憲法的文本 跟小寫息的憲法 就實際上現成運作的一個制度 會有一些落差 我有很多的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堅定的支持內閣制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堅定的覺得說 台灣要繼續辦總統制 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堅定的覺得說 台灣就是叫總統制 大家都有很強的確信 我很慚愧就是我都沒有 我會有一個 我會有提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 我還要強調說 這個時候 你會知道說 你要小心用選擇 制度選擇之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沒得選擇 那不是真的可以選的東西 不是說我今天我要總統制 我就有總統制了 假如我今天就算 寫了一個總統制進去 那他也許不一定能夠運作起來 或者說我希望內閣制 但是 我憲法改了內閣制 但是如果我的政黨體系沒有改變 我的這個 那倒數問題還是很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會有一個要強調說 這個時候真的會有所謂入境相異 如果你過去往回去局限 決定你未來的發展 如果我們不願意接受總統 我們不願意取消總統直選 那台灣基本上不會有真正的內閣制 因為我們的直選總統 因為我們的直選的總統 他基本上還做一些一個實質的真正領袖 那他會比較困難去轉型為一 不是說不可能 但是說非常非常困難去轉型為內閣制 就是純粹的內閣制的運作 所以不一定是 因為在既有的 有很多的那個選擇 過去的選擇會 通常都會有局限的 我們就會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不一定是真的 真的能在做那個選擇 第二個我要請教的是說 現在其實過去的 這十年 比較憲政的研究 它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世代的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論總統制 內閣制辦總統制 跟我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在討論的 我們的理解都不一樣 我們有更新的知識 問題是台灣都還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都在談論的是 可能是三十十年前的那個成見 我講比較不好聽說成見 或者說一些騙見 一些一些就是 它那個字比較優越 總統制比較怎麼樣 類似這樣子的討論 那最近十年的研究 就是會跟你說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事 也是相對話 也許那個真正的選擇 憲政制度運作成功的關鍵 並不在於說 你選擇了總統制 選擇了辦總統制 或者是選擇了內閣制 也許不是這個關鍵的選擇 而是在其他更細膩的設計 包括選舉制度運作 包括一些更細度的有性規則 制度規則 那些規則 特別是政黨的規則 你去建議好 你相對某種程度上就可以去確保說 這個新生制度是可以運作的 這顯示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我的答案可能沒有辦法滿足 大家的那個 我 這個維基斯坦還是很抽象 我等一下試著再把它 再試著把它講更具體一點 請榮我先點到這邊 兩院制 一樣的 就是說 台灣過去其實在90年那時候 一直很希望說 一直有呼聲說 歡迎我們要不要採取兩院制 透過兩院制的安排 也許可以解決 那也許就不需要一個縣市才 就一定要有一個代表 我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完全的 就是說 合乎這個人口 人口 每一個選 至少在區域選舉的時候 每一個選區的人口數大概是哪次的 因為他們自於各縣市 自治團體的利益就可以有上院才代表 那過去的兩院最常可以提到是 他們之前還有國民大會的時候 他們也希望是 是把自己轉型為是 台灣的上院 所以他們一開始他們 他們還有這個 以前我們的大法官監察委員和同意 全都是國民大會的事 台灣那個時候 但是台灣那個時候 有90年代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限改的一個方向 就是單一國會 就是我們是用力 camelorism 不是bicamelorism bicamelorism bicamelorism 就是兩院制 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會覺得 那個時候一個 一個大部分的人的想 政治的想像 都覺得說 台灣這麼小 為什麼還需要兩院 我們沒有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強的 這個聯邦主義的傳統 所以我們這一次 我們希望的 整個憲政的改革 當然就是會希望 結構性的調整 包括中央與地方關係 這些都需要調整 但是可能 兩院制這個 因為就是 入境關係 入境相應的關係 我們在上個階段 已經做了 單一國會這個部分 所以相對來說 兩院制在台灣 其實還沒有很強的 政治的勝利 我們也因為沒有很強的 這個地方的傳統 所以地方也不會特別去主張 兩院制 這個是 永遠都會是一個 一個可能 一個選項 但是這個選項 在很多地方都有合理性 但是在台灣這個脈絡 它有合理性 但是它也沒有那個 政治的支持度 這是我比較懷疑的 台灣就是說 也不是說 我意思就是說 我重點就是說 也不是說 一定要單一國會 或是一定要兩院 才能夠運作 重點就是 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政府 我們所有 我們希望的政治體制是 Walkable Walkable就是說 可以運作 可以運作就是說 我的這個民主可以存續 政府可以解決問題 可以治理 可以代表 然後大家有不同 它可以 大家這個責任很清楚 然後會問這個 人民滿意 這個政黨可以繼續執政 不滿意他要被替換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應該是說 我應該要這樣講說 我們不需要刻意去排除說 各種制度選項 但是每一種制度選項 我們都要去 很仔細的去評估說 OK 它在現實上 可以獲得支持的可能性在哪裡 然後也不要 要避免的是說 一定要 非某某次不足以救台灣 沒有這種道理 所有制度都可以 重點只是在於說 這個制度本身 需要清楚 要明確 可以解決爭議 可以避免責任 我現在制度其實沒有很複雜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一個比較憲法老師 他最常講的就是 這個制度 又不是那個Rocket Science 沒有比射火箭 我現在看到太空困難了 某種通道 他是在 他是半真半假 對 其實他沒有很複雜 但 另一方面來說 他其實也很難 因為就是 因為是人跟人 我們要集體的決策 大家要有 互動 有信任 然後我們這邊 能徹底到不同人的利益 不同人的意識形態 要取得公約 要取得共識 那是困難的在這個地方 但實際上的那個 那個mechanism 沒有那麼複雜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2016或2018 我們現在某種通道 就是會希望說 不是禍的問題 不是你在2016 或者2018 選 而是說 我可不可以兩個時間都用 我可不可以兩個時間都用 兩個時間都用的好處 就是說 我希望 就是說 因為兩個時間各有優缺點 就是我在2016的時候 我用它來處理這個 如果我2016可以用的話 我希望它處理2千4 第一個是確保我們還有2018 所以我希望修憲們開到上帝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在2016處理選制改革 因為2018的時候 我覺得選制改革很困難 2018選制改革會相對困難 我剛才講的說 時間會增加那個不確定性 對不對 我現在舉個例子就是說 大家有聽過那個John Rose嗎 有一個政治哲學家 已經過世了 叫羅斯 台灣好翻 羅斯 羅斯 John Rose 那個20世紀很有可能 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一個政治哲學家 他提到那個 他有一個經典就是 the theory of justice 正義論 正義論 正義論裡面有一個觀點 就是說 我的這個正義就是說 需要透過一個好的有心規則 透過一個假設說 如果我們所謂的無知之目 vile of ignorance 如果說人是在無知之目之前 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些特質 然後他去做決策 他也許做出來的那個 他所決定出來的那個 那個社會的基本規則 會是符合正義的 因為他不會 他知道說 他不知道自己是有錢人 還是 是貧窮的人 或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種族 這些身份 他設計出來那個基本規則 他就會知道說 我不要特意去圖利到 有利於哪一群人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時間 某種常常都可以提供這種 vile of ignorance 你要算 你要真正能夠算兩年 大部分很多人都算得出來 算四年以後 你要跟我說四年以後 誰會大贏誰會大輸 不一定 對不對 那我拖延 我增加這個 增加這個時間 某種常常就會 就說讓這個 這個 遊戲規則 就說 比較不會是 政黨的算計不會那麼強 而且更重要就是說 我只要新的選資 相對於現在這個選資 他的比例性高一點 高一點 他就會比較公平 比較公平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會大輸也會大贏 你們那個輸贏 你不會像現在擺盪這麼大 我們2008年的時候 國民黨是贏到四分之三 超弱四分之三的習次 贏到四分之三的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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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可能明年是換 贏到四分之三的習次 國民黨輸大輸 但也不一定讓他有一些 他還是有一些 基本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區 代表的花分的關係 他不一定會大輸 但是他會輸 他可能會輸 他們都可能會算得到 但如果說再算2020 然後又是新的選資 但是就不會那麼好算 不會那麼好算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去想說 一個合理的 一個比較公平的程度 會是怎麼樣 到2018才 大家該選資的時候 他距離 現在是選資只有兩年的時間 算的機會比較大 算的機會比較大的話 你只要有一方覺得說 現在這個選資對他有利 他就可以say no 超級多數的意思 就是說 你每一個在國會的實質政黨 都是potential 都是潛在的否決者 你說不了 大家就不要玩 那就是繼續現在的選資 所以你的問題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試著 要想要把它改成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 兩個時間都用 兩個時間都用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那到底現在2016 那麼快 只現在三個月 到底有哪些東西 真的是有共識 18歲公民權嗎 我會跟你說那個有 那個草野 草野會過 那個就是說 現在的修憲的提案 有民進黨提的 也有共民黨提的 你說民間是不是真的很強烈的支持 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他通過了 大家不會去為了這個而反對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我純粹就政治現實而已 所以他可以過 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這個修憲我們都說很困難 很困難很困難 困難的意思是什麼 說他有規模經濟 所以你如果說 大家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然後花了那麼多的力氣 最後通過一個 18歲的公民權的提案 大家會覺得怎麼樣 好可惜吧 我說共識不是 共識是需要去創造 所以這個過程中需要 我說創意也需要 也需要政治領導 不但是不一定是現在的政治人 我們在領導 就是說去形成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做什麼 所以包括說其實修憲程序 放寬 這個都還沒有共識 但是只要說我們能夠先 共識是一步一步來 我要讓他先成為 等於是說 他可以通過立法院的共識 所以他朝野政黨要支持 然後要等於是說 等於是這個政治人物 他要有基本的共識 然後我們還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可以再說服公民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希望說 在形成共識 第一個形成共識的 不會是只有 不要只有 不是說不會 是不要只有朝野的政黨 反正是要有共同社會來支持 讓後階段的人民 在投票的時候 會知道說 OK 這不是你個別 不是你這個政治人物的思想授受 或是你們自己的算計 這個是為台灣好 所以有一個信 他們得到一個 因為他們會知道 這樣做會有 這樣做是好的 所以這共識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現在如果說現在來說 確實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只有共識 你可以看到很多民調 之前那個 林卓水偉都會想 去年的時候 民進黨有做民調說 支持內閣制有60-70%的民意支持 但是後來又有一個民進黨民調說 大概百分之七十幾的人 反對被除總統直選 或是說 然後又有 之前又有民調說 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贊成這個 格魁統一 立法院要回復他的格魁 請政變黨的人士統一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共識都是在製造共識 那你與其讓政治人物製造共識 我們就是自己來 Generate我們自己的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要的共識 他們可以製造 我們也可以製造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我們在開放議論的問題 這邊有一位 還有沒有 這邊有一位 還有嗎 不要客氣 大家對於憲法很沒感覺嗎 你生活當中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柴米油鹽醬素茶 難道跟憲法沒關係嗎 來 這邊一位 好 就是我們台灣的政治生態 可以分成泛男和泛女 這是因為支持台灣獨立 或者是兩岸統一 有一種跨分 那你覺得 這種意識情態 它會不會影響民眾 對於內閣制 或者是總統制 辦公室這種修憲上面的選擇 的支持度 所以你這樣 就是統獨的議題 會不會跟內閣制 或總統制的選擇 大概到選擇的路徑有關這樣 好 詹師老師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是要選 我們要修哪些嗎 那我想問 那假如國會過 那我們連結的時候 我們的表決是包裹式的嗎 還是我們可以針對各條 因為它可能會修得多像 我們可以是整個包裹式 還是可以各條式的否決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 怎樣讓公民對憲法更有感覺 就是讓公民社會參與度增加 因為其實它是個很生硬的話題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 那麼願意或是想要去瞭解 謝謝 謝謝 三個問題 我們請蘇老師 加油 謝謝 都是很好的問題 而且我會覺得第一個問題跟第三個問題有點相關 我會試著 這個方向回答 有人說 我忘記是誰說 就是說什麼 憲法是國家寫給人民的情書 因為有人說 憲法是人民寫給國家的情書 到底誰寫給誰的情書 有人說搞不太清楚 但是重點是 情書so what 就是那個 我也許不care那個情書 我真的care 人民可能真的care 就是說 我要有好的生活 好的生活就是 我有穩定的政治秩序 然後 我的政治秩序不只是穩定 而且是民主 我可以表達我的意見 我可以自我自已 在台灣確實 如果說 我們真的要對 人民要對憲法有那個passion 對憲法改革 對憲法改革有passion 對憲法改革有passion 所以就是 某種程度 你希望能夠 最有passion的問題 就是什麼問題 就是國家認同問題 但是就是問題 最掉的就是 我們也最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動員 大家對於國家認同的這個 這個passion 來憲法改革 我們甚至有很多人 一開始講憲法改革 就先 先設定說 我們不要碰 我們不碰國家定位 所以有關於這個 國號 國民 這個我們都不處理 我們希望 在這個公約書上面 透過凍結 這個部分來 來避免 因為它雖然最有passion 最有熱情 但是也最分歧 最高度分歧 越高度分歧 你要去形成 修憲所需要的超級托書 基本上更困難 所以有這個困難性 有這個困難性 統獨會不會影響到 你對於現在體制的選擇 有人會說有 因為比如說 有的人會去強調說 我聽到一個書 我聽過一個比較 我對於那個內閣制的 追求內閣制 一個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論證 就是說 因為台灣過去的 這個運作的結果 他們覺得說 在第一任總統的時候 他在沒有 他在沒有連任 因為他裡面沒有辦法 在連任 他沒有連任壓抑之下 他會去做蠢事 然後這個做蠢事 就是他可能會在 在統獨上 兩岸關係上面 暴衝 一個是從 比較太獨 一個或者是 比較趨頭 那這個暴衝 對於現狀 其實都不好 所以他們會希望去解釋這個 所以他們還會覺得說 會需要推動 改成內閣制 這是一種說法 那當然相對來說 就是總統直選的人 就會 就是總統制 或者半總統制的人 就會覺得說 你台灣總統還是去希望 因為你每 等於是像你每次的總統直選 總統直選 跟國會議員選 有什麼不一樣 你國會議員 因為你就算有不分區 你單區 也就是一個選區 一個選區 總統是全國 一個選區在選 所以他 他有很強的 這個民主正當性的基礎 而且他選 你自選 你自選 比較統的 或是比較讀的 那個都是一個 國家的政治 國家的認同的動員 所以很多 對很多 就是說 要希望 強化台灣主權的人來說 總統直選 是一個重要的機制 不一定是說 總統本身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 你內閣總理 你在內閣市上 你也可以有國家代表 國家象徵的動員 但是他會說 這個選舉本身 他可以去 選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政治機制 你透過那個選舉機制 你可以去行訴 所以如果說 在選舉 畢竟選舉 那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那個 那個行訴跟動員的效果 會很強 所以他會在一次一次 這樣的選舉過程中 去凝聚 去強化台灣的一個認同 所以都會有 但是就是說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主張 當然就是說 我們就會需要 更多的時間去分析 去反省 去思考說 怎麼樣的主張是 是合理的 make sense 就是說 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值得懷疑的 就需要時間去 需要時間去思考 所以 對憲法有感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問題 你說 我剛才說那個寫情書的意思 就是說 很多人會需要 那憲 我有一篇文章 還沒有發表出來 但是就是 所以 我之前也有一篇文章 他講 討論憲法的死人之手 dead hand problem 什麼意思呢 憲法好像死人 手 限制我們活的人 能夠做局數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來說 很多人為了要去 我為什麼要去遵守憲法 很多人會希望去 動之以情 我希望對憲法有感情 或者誘之以理 或者誘之以利 或者誘之以利 厲害的利 就是interest 或者動之以情 我也是一個 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 這是 有情感的動員 利益的動員 或者是理性的動員 或者這個是正義 正義 這個justice 正義要求我們這麼做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理由 但是 你歸根解禮 歸根就講出來 確實就是說 你在憲法的政治 跟一般的政治很不一樣 就是說你需要 這個高度的動員 但是人民不可能讓你 一天到底高度動員 所以 你要想像說 當人民願意在修憲公投 那個憲改公投的時候 站出來投票 那個已經是非常高貴的 高貴的情操 超美好的事物 你要覺得值得珍惜 人民的這個 所有的人 這個公益 對於公共事務的 這個都是有限資源 你都要非常擠正的使用 而且是 就是說 這個不是無限的 就是說你要 你要讓大家就是說 要 要這個 覺得說 用的很有 對這個付出 是覺得說很有價值的 很光榮 有這個公民的光榮感 那這些都是需要說 好好的去思考 那這些都是需要說 我不覺得說就是說 可以有什麼 有什麼特效要 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部分 真的就是說 其實有 應該說 我們需要不斷的做各種各式各樣的嘗試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標準 不要放得太高 就是 我們的標準就是 你就是要確保說 就是說 我最後修憲公投是 可以讓公民同意的 我覺得 那就是最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保留 而且也是最全面性 大家不一定都能夠來 類似這樣的活動 但是如果說 所以 公投投票 那個voting day那天 就是真的是 全民都 普遍的參與 那個參與的廣度是最強的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公民的參與 有這個 廣度跟深度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再 能夠越多人來參與 然後參與的強度 要到什麼 我覺得 這部分都需要 好好的來設計 所以 提到那個 修憲公投要怎麼投 原則上會是保護 為什麼他不希望你分開來 因為他有的時候 他說他是一個bargain 他是一個 一個 他就是一個 一整套 我如果分開來的話 我當初的bargain就 就有可能被 所謂bargain就是 我當初 大家妥協出來的一個 一個結果 就可能被打破 那如果有 大家遇見說 這個被打破 這個東西有被打破的可能 就越更不可能 達成共識 所以你為了要 讓大家 在 什麼過程中 達成共識 所以你可能會是 你有比較可能 我的 傾向是說 就是 贊成或反對 這整個修憲的提案 都不要讓它 拆開來 你拆開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門檻很高 對不對 那 我不同議題的人 他都有不同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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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關係人 厲害團體 利益團體 他們可能 就比較有機會 去反動員 我不要讓這個 太複雜 我就是 所以我會希望 就是說 或者說是一個 包裹的表具 那 還有沒有 有人 就 要問 一個問題這樣 有沒有 其實剛剛提到這個 有關於公民 如果讓公民 來 關心說 限 限 限改這個議題 那 我自己剛剛 就直接講說 那你 才迷有眼 這樣 難道不是 其實我要舉了一個 我想要談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呃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真的說 那個限法 或限改的這個議題 似乎是 比我們很遙遠 可是其實你又會發覺 其實從去 去年 就是我剛剛提到 一些新聞的事件裡面 不然是 比如說 去年這個 太陽花的運動 那 或者是我剛剛講 這個 比如說那個 紅仲秋案 廢除軍事承判法 我們很多日常生活當中 有可能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 呃 舉例來講 好了 呃 比如說 很多 媽媽 關心的是 柴米有點醬醋茶 關心的是食物 食品安全 這 呃 其實食品安全 這幾年也是台灣 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 它成為台灣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關乎整個 呃 全國人民的健康權利 那所以說 其實 呃 比如說我們就是討論到 修憲議題裡面 常常會提到說 啊 比如說人權清單要入憲 這樣一個議題的時候 那 這些東西就是 人權這個議題 大家很能理解 可是我們要怎麼 落實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那所以在 這些東西 就會跟我們日常生活 是很齊齊相關的東西 那 每一個人都會重視自己的權利 也不可能沒有人 重視自己的權利 那我覺得從 重視自己的權利開始 其實就是 應該也是一個切入 這個 限改討論 一個很好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那我覺得 大家思考的方向 也可以從 這邊來切入 這個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補充一下 謝謝 謝謝你 因為我 我之前也寫一個小文章 那 限改關你什麼事 我有一個朋友 我看了這個文章以後 他真的回憶說 啊 你講那些 這個 太複雜了 太抽象了 那重點就是這樣 他說你要跟 一般的人民講說 因為 關你什麼就是 你要不要有下一個馬英九 那他覺得說 這樣最後可以讓大家關心一下 我覺得 OK 我覺得都 都很好 剛才 中理有講到 從 關心自己的權利開始 都 我覺得都是 都是好的答案 我那時候的想法 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 當大家都是 我是只有想到的是 是這樣子的問題 我會比較擔心 會有所謂的 freerider 所以一般的人 是理性 自立 就是說 如果 我都知道這東西對我好 但是只要 這個 freerider 就是說 大便車 我最好 我的 我的最理性 對我自己最好的選擇 就是我大便車 讓這些 有時間 這個 有 有餘餘的人 去關心就好 因為他們會 他會幫我 處理 那 我會覺得說 會擔心是比較 因為大便車的效果 所以 我會覺得說 真的就是 關於什麼事 就是 你 因為 你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這個公民 這個國家最珍貴的美德 共和國最珍貴的美德 就是 Cedic Virtue 公民的美德 當你覺得 它是你的事 它就是你的事 當你覺得 憲感跟你沒有關係 它就永遠不會跟你沒有關係 這是我的一個 我 那是我的一個回答 所以 所以 重點就是說 你 其實 不是說 誰 不是我或任何人 可以說服你 或者用什麼理由 可以說服你說 這個憲法真的很重要 跟你很有關係 那個我都自己說服不了我自己 我如果是這個理由的話 我會去選擇 搭電車 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覺得 這行我愛自己 它就是你的事情 就是 是大家的事情 消遣 好 那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就是 覺得很重要 想要提出來的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也時間上的關係 那 今天我們先到這邊 先稍微 告一個段落 那待會其實 蘇老師會再 稍微留一點時間 那如果私底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 需要提出 也可以在這邊 跟蘇老師做一些對話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那是不是 來 加油 好 我們還是謝謝 那個 總理還有 書院圖書老師 熱烈掌聲一下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今天談的 這攸關 不只是 台灣 這個地方 甚至可能 攸關 往後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更久的一件事情 欸 好 差點就忘記這件事了 好 明天還是要打一下廣告 明天一場折飛舞 在那個想想 在明泉路78號 那如果 這次還要幫你對不對 不用 直接到現場 來不及了 直接到現場 明天下午1點到下午5點半 那 如果說大家有時間的話 非常歡迎說 大家一起來討論 因為 既然 既然我們今天談了 那應該要怎麼做 就是由大家一起來討論 到底該要怎麼做 好 那大家回去再趕快分享一下 因為可能人數還是沒有很多 對 我們那個明天就歡迎大家到想想這裡 然後 其實我們明天的講者 他們會比較從這個 因為我們是來到台中 大家可以從地方政治的選舉裡面 來討論到我們的選舉制度 因為 比如說大家去年11月剛選完 這九合一的地方選舉 我想大家也看到了不少 大家看到很多的改變 可是同樣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你也看到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不管是你可能看到地方選舉的那個過程 是怎麼樣選 或是你 認為你手中賣票 其實是真的沒有辦法發揮 它的效用的啊 你也可以在這個草根論壇裡面 大家來唱首預言 來提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這樣子 那明天就自己大家自由到場了 就先不要報名了 報名表今天晚上關閉 所以明天直接到現場 直接就到了 就可以了 來 因為真的要好好選 選不好很麻煩 還要搞霸門 很累齁 就是 好 那 所以明天這一場 我們還是要做一下下個禮拜的預告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今天談了一個全國性的東西 影響性非常大 那我們明天要 我們下個禮拜不是明天 下個禮拜 禮拜五晚上一樣 但是不是在好辦 我們可能會移到中區再生基地 為什麼我們會移到中區再生基地 就那一次而已 那到了現場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我們下禮拜要談什麼 我們下禮拜要回來談台中 大家應該有看到說台中現在是在做鐵路高架化對不對 那原本的鐵路要怎麼辦 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高架化了 那原本的鐵路 原本的那個鐵道的路線 它應該要被保存下來 還是要把它 讓它不見 應該要怎麼做 那也許我們下禮拜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也一樣非常歡迎大家 繼續下個禮拜我們哲學禮拜五 哲學星期五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